特斯拉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机会下 跟爱迪生有碰到头 他也是在去 应该是说去那边希望能够找一个工作 那这个其实以特斯拉来说 他的这个科学家的特质 是跟爱迪生是非常不一样的 两个人要在同样的地方工作 这个摩擦感觉是难免的 特斯拉又是一个从小天赋异禀的天才 他小他是塞尔维亚人 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看的书记下来 过目不忘吗 对这个人是有photographic memory photographic就是拍照 一本书翻过去以后他每一页 你今天问他说哪一句话在哪里 他可以告诉你在第几页地几页在哪里 这种同学很讨厌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在脑子里面做计算 所以他上上课上数学考试 数学题目发下来 他看一看以后直接写答案 老师说你作弊 所以你可以想想老师都不是很欣赏 这些优秀的学生的 那这么优秀的少年特斯拉呢 后来到了巴黎 在爱迪生 爱迪生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跨国企业家了 在巴黎的爱迪生公司做事打工 到处去装电灯泡 但是因为表现良好工作优异 所以他就得到一个到美国爱迪生自己的母公司去工作的机会 是 开始接触了爱迪生 很多人都以为说特斯拉之所以有这么伟大的发明 是因为他老师爱迪生很伟大 No 特斯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到那边以后 爱迪生教给他一个重要的计划 为什么 因为他的直流发电机 有些地方效率不好 那特斯拉每日每夜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辛苦工作 从头设计了他的直流发电机 那这个东西设计成功以后 让爱迪生赚了很多钱 原来网路上就传了一个笑话说爱迪生说了 你把这个东西做好 我给你5万美金 结果做好了以后 爱迪生就开玩笑说 你难道没有听过美国人是很喜欢这样开玩笑的 这美帮要加薪吗 对 但其实话说回来 今天看5万美金也不太合理 因为那个年代的5万美金不得了 爱迪生的公司本身资本额大概就是5万美金 他怎么会答应说你做好这个事 我就把5万美金给你了 那现在大家推想就像你刚刚讲的 可能那个时候他的周薪 一个礼拜的薪水是18美金 那特斯拉做完这个重要工作以后 他跟爱迪生说 能不能把我的薪水加到25美金吗 这个小小小 50% 对 如果我们看percent率其实还蛮高的 对对对对 50%加薪了 爱迪生拒绝了 作为一个非常co的生意人 是 他觉得特斯拉就是我的徒弟啊 你干嘛还这样要求呢 特斯拉一怒之下就离开了爱迪生 另起炉灶 而这时候特斯拉已经在做交流店 爱迪生是做直流店 特斯拉做交流店 爱迪生用直流店开始点亮 New Jersey几个不同城镇的街道了以后啊 发现直流店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特斯拉做了交流店 那本来已经穷困潦倒的 被谁拯救了 Westin House 西屋就是今天的西屋电器公司的名字 Westin House 西屋跟他两个人结合了 Westin House跟他结合以后 标下了芝加哥的世博会的照明 那据说在1896年吧 他们两个人联手 用8万整盏电灯泡 交流店点亮了8万盏灯泡 瞬间让整个芝加哥夜间大放光 就在那一刻 彻底击垮了爱迪生的直流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